只要是怕死 现在可以走 一旦进入了墓穴再打退堂鼓 那墓穴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师父在上 不孝徒儿 在此一拜 不必了 一二三 大琪 怎么了 大琪 怎么了 我好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 没事吧 警察别动 快点快点快点 你少废话 我给你半个小时 把人送到上次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你说的是公园门口 那太远了 半个小时哪够啊 就半小时 你们要是人不到 交易取消 快点啦 这个破坏 那咱们来得奢出了 这能哭死的吗 这不能人 你把人放了吗 别过来 过来我打死他 钱呢 快把钱拿出来 快 谁开的枪 谁开的枪 没我的命令 谁让你们开枪了 东腰 东腰 东腰收到 不说我开的枪 离开 离开 这后面什么情况 所有人蒙在谱里 没有实现 你们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遇上事 就不能动动脑筋呢 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就能让人把人这个劫走 我把话说在前面 今天 我不想听你们什么解释 是 是 霍彦军 这个案件结案之后 你必须做出 深刻的书面检查 是 再有 出了这么多的意外 在座的 有什么想法 判军 判军 我觉得 昨天这伙人手法相当熟练 一看就是很有经验的匪徒 所以我怀疑 怀疑什么 我怀疑他们是否职业匪徒 你就别懂词了 匪徒还有什么职业不职业的 我怀疑 霍彦 你说说你的看法 昨天是我指挥事务 我应该负责任 我今天不是让你来检讨的 是让大家坐在一起 好好的研究一下工作 我仔细想过 这帮绑匪 根本就不是为了赎金 其真正的目的 是在转移我们的视线 昨天呢 我去了趟废车场 碰到一个可疑的人 但是让他跑了 另外 我已经得到 文物管理局的证实 他们说 在废车场下方的五十米处 有一座清代古墓 很不幸 古墓已经被盗了 所以我认为 这群绑架者 跟盗墓者 应该是一伙的 那昨天 劫持人质的那伙人呢 这帮人 手法很熟练 心理素质也很过硬 就像黎光说的 他们 很可能 是职业罪犯 还有 今天早晨 在东郊的野外 发现了昨天用来 劫持人质的货车 已经证实 这个车辆 是被盗的车辆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死死盯住谢文锋 只要盯住他 其他的匪徒 就会浮出水面 请 谢文锋跑了 好了 怎么回事 我们派去跟踪他的两个同事 被他给甩了 到目前为止 还不知道他的去向 他们还在搜查 走 让他探索 让他探索 有 是 你 的 你 我 就 你 帮你 都 三哥 这颗不是我们要找的英明珠啊 不是 这才是真正藏英明珠的地方 三哥 这次你还得亲自去一趟 这回的古墓机关特别多 而且更危险 这 不过三哥请你放心 这回我会安排一个有经验的老人 跟你去 只要跟着他走 听他的指挥 也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到时候我们的交易 就算完成了 有经验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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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指的是谁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看 我看不见了 他最后的老人 是因为老人 这儿 我看不见了 这儿 但是我看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然后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梯 媽咪 姐媽 經常ally 三哥 剩下的事情呢 小迪拜托了 谢先生 你就放心吧 咱们的利益是共同的 好 那我就告辞了 好 三哥 不用算了 没关系 老板去哪儿 去医院 医院 对 开车 来 告诉我 老三在哪儿 你以为 我是挨两下 就会什么都告诉你的人吗 还挺有骨气 三哥 你说姓谢的这小子 咱们能相信他吗 信他 只要是有利益关系的存在 谁都不能信 怎么还不回来 叫我 叫我 咱们 咱们 去 这鱼 就算了 真是 你说话呀 老三是吧 你是谁 你没见过我 我也没见过你 但我想你应该知道 我是谁 你也应该知道我找你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就直说 师父在哪儿 你把他怎么样了 师父 你是 你是 我的师弟柳胜吧 告诉我 师父现在在哪儿 我想起来了 我听师父说起过你 我知道你是谁 师父不是一直跟你在一起吗 他老人家身体最近怎么样 师父年纪大了 手脚不灵点 你呢 好好照顾他 对了 然后背着 师父最喜欢喝的茶是铁观音 有空你就多陪他喝喝茶 老三 我告诉你 师父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放心吧 当然 百膳孝为先嘛 咱们当徒弟的 应该好好地孝顺师父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千万别跟我客气 人可以无耻 但是我实在想想不到 你居然这么无耻 就当你说的话再恭维我 你把药都怎么样了 他只是受了一些皮肉之苦 老三 我告诉你 如果你当敢做什么对不起师傅的事 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 不 别碰我 快走 走 别碰我 别碰我 走 走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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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伤了你得赔不是 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爹吗 当心他废了你 我管他是谁呢 你剧中斗殴就要抓你 走 走 别碰我 别碰我 有什么事儿 找我律师说去 什么律师 律师的 我说了没碰 你怎么又碰了 老实点 走 一分限量版的你赔不起 怎么回事 剧中斗殴 谁斗殴了 你才斗殴了 老实点 我没斗殴 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爹吗 到现在废了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管你爹的 带走 快点 我管你是谁呢 走 放开 快点把我 霍队 谢文峰找到了 一直在医院呢 医院 他的手伤了 防了气针 他现在在哪儿 正回家呢 刘童和一光 在他家里蹲点呢 去他家 喂 某口 说吧 霍队 代徒提出条件了 代徒提条件了 我走了 好 绑匪又要交 一百万的赎金 又耍什么花账 谢总 你手怎么了 没事 你也挺累的 早点休息吧 好 这事儿你们给我定死了 不能有闪失 放心吧 好 大哥 大哥 什么事儿 我知道 我不应该提这个要求 但是我父亲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麻烦你了 这也用不着 我们是警察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保障你父亲的生命安全 安全的解救人质 是我的职责所在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好 你说 我行吧 你贴上你了 我贴上你了 你好 嘴是呀 那你去吧 好 你自己满些人 好 李卦 在这个位置不空 是 刘董 你去请求狙击手致员 好 还有猛可 你去通知相关单位 做好配合 好 好 三哥 咱们就这么大张旗鼓挖能行吗 不是有句话说 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 你就放心挖吧 快 老妞 抓紧时间 可是哪那么多废话 三哥说没事就没事 赶紧挖 这上次我就栽在他手里了 如果那个警察他要是在 行了 行了 他现在哪有心思管我们的事 快挖吧 喂 谁 刘书记啊 您好 您好 您说您说 别客气 有什么事您直说 您说是信不成这个案子是吧 刘书记啊 您不打电话 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对对对 是 会完成任务的 对对 您放心 有什么事我及时汇报 好 谢总 这是您要的一百万 其中五十块面值的五十万 二十块面值的四十万 十块面值的十万 喂 老局长 您怎么来电话了 您也知道了 谢美臣这个案子 您放心 我们会完成任务的 您就别费心了 谁 阴君这小子 他可是个优秀战士 没事 他会将这项任务 圆满完成的 是 坚决完成任务 老局长也知道了 坚决 是 有个优秀 不断 им费 这 不过 刚才是 优秀战士 禅贫 现在是 不是 你 但是 我 看你 是 后面 不要 你 乃 老闆 就是 万一这帮绑匪 是冲你来的呢 谢先生 我是公安局的局长 从现在起 这个案件由我负责 刚才市委办公厅的刘书记 还有市人大的宋主任 都给我打了电话 说一定要千方百计 保证你父亲的安全 现在的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配合我们的工作 潘局长 这点你放心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只要我爸爸安全 让我做什么都行 那先这样 你先休息一会儿 好 不能及 您是吧 怎么样了挖的 三哥 这底下有个小的洞口 看 那是假的 继续往前挖 你到了那个洞口那儿啊 你再往右稍微拐一点 接着继续挖 好嘞 放心吧 三哥 齐了 你瞧瞧 你瞧瞧这事 比我还像警察呢 等会儿 等会儿 对了 这没问题我跟你说 你现在就是货队 没问题 货队 我告诉你啊 匪徒如果是针对货队来的 你放心 他肯定认识我们货队 你安全着呢 他要是为了钱 对吧 你更安全 没问题啊 走吧 跟我去见货队 叶军 潘局 今天晚上的事情 你看 潘局 货队 你看像不像我们货队 你太像了 你就让我们货队 别跑 你是干什么 你是想什么呢 你这不胡闹吗 你脑子进水了你 叶军 行了 你的出发点非常好 可你从来不招编辑呀 这什么时候啊 你把他打扮成这样干吗 他这样能安全吗 你知道有个成语叫 欲盖弥彰 我知道 知道吗 知道 你把他打扮成这样 你还以为歹徒是傻子呀 这样对他更危险 你知道吗 你好好想想 作为一名刑警 碰到这种事的时候 会轻易穿着这事 我 胡闹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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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认识 你 不认识 这事 我 不认识 你 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走 行啊 这小子 燕军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盯住他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一定要盯紧点 这事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按照咱们的计划行事 不能擅自行动 牢记一点 确保人质安全 你们俩快看 目标出现了 前面那辆车是喜闻风的 后边那辆车是货队的 是 先生 如果是这个地方 那就应该挖到了呀 不错 绝对不会错 就在这儿 那怎么还挖不到呢 三哥 挖到了 老娘 真的挖到了 好 好 怎么样 潘局 目标已经出现了 货队 听着 货队货队 目标已出现 注意距离 明白明白 快 跟上 时间到了 可以打电话了 好 喂 谢先生听着 现在开车 到重庆大街和滨海大道交汇的十四路口 那里有一辆黑色桑塔纳 车牌号47195 你带着前上那辆车 车没上车 我再重复一遍 车牌号47195 必须开着这辆车过来 否则你就堵着受尸吧 喂 喂 喂 潘局长 你说我该怎么办 一切听他们的 换车 好吧 彦军 听着 情况有变 锁定目标 明白 明白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是啊 我明白 你没有什么事啊 我先给了个车掌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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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个车上 我来说 快点 不来 不来 快点 我来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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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到底要我去哪儿 算你听话 你马上去市郊采石厂 我们在大院见 目标地点 采石厂大院 狙击手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报告参局 十分钟以后 好 让他们随时待命 是 文峰 文峰 一会儿你和歹徒见面交易 一定要稳住情绪 稳住情绪 我们会保护你的 明白 差不多了 我过去收钱 你在这里等着 好 小心点 放心 有他呢 不是 我们在转发 空剑 不行 分里面 哪里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刀判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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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种 告诉你 你爸他现在没事 我不听你说 我要见到他 你 不动 别动 你个臭小子 你不是说你一个人来的吗 想死啊你 别冲动 放下枪 把人质给我放了 放了他 我才不傻呢 我要他陪我一起死 别冲动 有什么事好商量 商量 没得商量 退后 你们全都退后 不然我就杀了他 我杀了他 退后 你们把枪放下 放下枪 你 你也放下枪 踢远一点 走 臭小子 看准时机 将他击毙 明白 等到飞煮打开车门时 会露出一个空隙 别动 再动我就打死他 都别动 带脱已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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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质安全 我们马上把人质送回家 好 立刻返回 太好了 太好了 行了 收队 昆风 你没事吧 没事 我知道 你今天担心你父亲受伤害 不过以我的经验 从歹徒这几次 绕来绕去 我感觉他们不是为了要钱 那既然不要钱 我觉得你父亲 应该没什么危险 到时候你父亲啊 一定会回来的 放心吧 真不知道我爸怎么样了 他们不会把你爸怎么样的 谢先生 慢点儿 慢点儿 好 谢先生 这个方位对吗 对 谢先生 您先请 不 你们先请 行 走 这么深啊 好 大胆 你准备下去 好嘞 好嘞 不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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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绝对不会有事的 书姨 来 喝点水吧 熟悉的声音 离我远去 记忆里重新 重新呼唤着你 渴望中却感到 被孤立 啊 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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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有爱情 懂得什么 不能忘记 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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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充满感情 啊 刚刚 还有点忧郁 啊 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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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管你 不管你 啊 不管你 不管你 啊 不管你 不管你